我跟昂哥同时偷担 我就想着 来一次两对情侣的约会 给他们示范一下 看看我们到底有多甜 示范 就这样 亲额头干什么 侧体温吗 正常情侣应该是这样 更激烈的我们也做过 是不是和 别乱说 你们做过什么 你别听他乱说 我们什么也没做过 说话 你忘了 今天在浴缸 浴缸 周知斐啊周知斐 你是这样周知斐啊 来来来 跟哥喝一个 好好好 来 我们赶紧杯吧 干杯 周知斐 大学开始这么多女孩 对你头怀送罢 你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我一直以为你休闲呢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你 脆入凡尘的一面 黄花 姐姐敬你 感谢你 拯救我们三世轮回 从未开婚 坚守童贞一百年的周知斐 周大仙 小小姐 男后夏你说什么呢 今天这么开心 晓晓 我给你准备了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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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礼物 什么 献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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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洗手间 小小姐 花花 哥有话跟你说 昂哥 你说 执匪父母去世的早 小然又小 她早早就放弃了 当小孩的权利 从小就跟个小大人一样 努力为小然撑起一个家 后来长大了 又要为斐然奔忙 完全没有自己生活 作为哥 心里真的挺心疼她的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她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有了自己的生活 也找到了一些孩子气 真的 我真的挺为她开心的 而且 我可以看得出来 芝菲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 除了小人之外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她对一个人这么温柔 所以啊 我们希望您能好好对她 就算她有些时候比较霸道 不解风情 你也别跟她太较真 你要是真生气 你就来找我 哥替你揍她 说真的 我也没想到她能谈恋爱 会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 你们聊什么呢 刚刚我们跟花花说啊 说如果你要是 不知道怎么谈恋爱 就找哥 不用了 我给你学会了 啊 学会了啊 啊 学会了吗 啊 那看来我们是不适合留在这里 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了 嗯 走吧 走 哎 晓晓姐 昂哥 加油啊 那 拜拜 那晓晓姐 昂哥你们慢点 啊 霍华 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好幸福 有你 有晓然 还有家人 但有的时候 我也挺担心的 还怕老天 把我的幸福 都收走啊 傻瓜 你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有你在我身边 我才会幸福 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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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喝了喝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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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